美国时事通,我是罗文 今天是4月6号,星期三 那今天想上来讲一下川普总统的案子 那上次我们有讲过川普总统起诉了包括希拉里克林顿 包括前FBI的Komey,还有希拉里的律师 还有斯蒂尔所有等等这些人 关于通俄门的一个伪造 那起诉的金额达2400万美金 结果这个案子被发到了佛罗里达西中里滩的一个地区法官的手上 这个法官却是前克林顿总统任命的 所以这是这么的离奇 所以川普总统的律师团就发表了一个动议 就说那我们要disqualify他 就是要取消这个法官作为审理川普总统案件的一个资格 原因很简单就是有利益的冲突你必须回避 就是说我现在告的是任命你的这个人的太太 他的先生任命这个法官的时候 那希拉里是第一夫人 那这样的利益冲突的话 他们居然可以把案件派到这个左派的手上 所以真的是出离愤怒了 所以这个律师也特别不客气的说 任何一个法官都会回避这样的案子 因为我们对他有合理的质疑 这个法官叫Donald Middlebrooks 这个Donald Middlebrooks 其实除了因为他是被克林顿总统指派的一个原因之外 他其实还也有另外的势力 但是这个川普律师团的这个动议里并没有提及的 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 他曾经toss out了一个关于克林顿的一个案件 他没有受理的这个克林顿的一个案件 就是一个敲杀勒索案 就是告克林顿 我们叫克林顿 其实是希拉里克林顿 这个前国务卿 他使用他的这个私人邮件 并且创改了美国的一个外交政策 以便为他的这个克林顿基金会寻求捐款和演讲费的这么一个案件 把它简称为克林顿的一个敲诈勒索案 这个法官在2016年的时候也驳回了这样一个案件 所以你可以看到到他的这个倾向特别的明显 这是川普的律师团为什么要发起动议 说要移除这个法官的一个原因 这个案件还正在进行中 我们会继续跟踪报道 这是第一个新闻 然后我还看到一个关于宾州的一个DA District Attorney 地区检察官 他对于宾州的一个盗选案的犯罪嫌疑人 视而不见不起诉的一个案子 这个也让我非常的愤怒 我们曾经说过这个录像带的事 就是在2020年10月28号的时候 宾州投票箱旁边的一个监视录影带就显示 这个录影带其实已经被公布了 就显示有一个嫌疑人 他就晚上灌了很多的票进去 他们把这个灌票称作是选票贩卖 trafficking 他跟选票收割是不同的 收割就是你上门去找人家 拿了选票创改去投地 这个选票贩卖 他们用trafficking就直接的灌票了 造了假票直接灌进去 就跟人口贩卖那个词是一样的 所以那他说这样的明显的选票贩卖的行为的话 他这个作弊的录影带就已经在 宾州的参议院跨政府操作委员会的 这个听证会上被揭发并且被播出过 而且关于类似的录影带其实有很多他们都是通过宾州的一个寻求大人公正的这个民间组织就通过自由信息法就拿到了差不多有半数的这些录影带 然后一个通过很长时间的研究就把这些嫌疑人找出来了 那他们就把这些录影带都交给了宾州离海县的地区的总检业长 昨天终于总检业长有了回话 他叫吉姆马丁 他是一个共和党人 他的回话是这样的 他说那我不能起诉他们 他说你现在有这么多涉及灌票的事情 那我现在只能指证几个人 只有几个人是能够确认他们到底是谁的 其他人我都不知道 就是看不出来 或者是调查找不出来 他说那如果我只是起诉这其中被确认的这么几个人的话 那对其他人是不公平的 What?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真的是四可忍书不可忍 怎么会有这么样的地区检察官 那你可能因为说有个人他是个强奸犯 那另外的强奸犯没有找到 所以你也不能指证这个强奸犯 不能起诉这个强奸犯吗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 这就是他们找的一个借口 你可以看到真的是 就是这么一帮人在做我们的公诉人 而且他还是个共和党人 就是宾州的这个状况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雾水池 在这个录影中就显示 至少有288个人涉及了这样的犯罪行为 那其中他们verify了几个人 那即使verify了这几个人的话 他们也不会被起诉 这就是这个叫吉姆·马丁的这个共和党的地区检察官的一个作为 这是昨天发生的我认为最荒谬的一个事情 相比威斯康星州的有超过半数的线 在72个线中有37个线 要撤销该州的选举人认证来说 宾州的道路显得特别的漫长 另外在乔治亚州发现的一个证据 确实显示出了灌票人和这个民主党之间的关联 这个也是一个我认为非常大的新闻 虽然我们一直都在猜疑说 这些人灌票的他就是民主党指派的 或者是跟民主党有关联的他们可能灌了拜登的票 但是目前来说这个证据是比较薄弱的 没有看到什么证据 只能说我们的大选被盗选了 只能是一个这个推理 但实际上读了天百分之百受够了 也是一个保守派的一个媒介 他就爆了一个猛料 他说根据他和丹尼西少兹 他是一个producer 他做了一个影片叫2000个骡子 那他这个2000个骡子的这个纪录片马上也要上映了 他讲的就是真实选举 我们上次说的这个组织 他调查的乔治亚州的大选舞弊的状况 我上次也解释过 他们买了电信公司的手机数据 就是包括投票日之类前两周的这个数据 他们追踪了有至少有2000个骡子 在来回于这个选票箱之间深更半夜去灌票的这个行为 手机的通讯记录显示 有一些人他是到了选票箱之后 他又回到了Stacey Abrams的办公室 就是民主党的这个头 就是要民主党在该州的这个党魁 那也是竞选州长的这个黑人 有的手机记录也显示说 他们跑的是另外的民主党的 民主党在该州的总部的办公室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2000个 帮他们运选票的这个骡子 他们的这个行踪 就跟民主党党魁 以及民主党其他的官员是直接有关联的 那他们就来回于民主党的总部的办公室 和选票箱之间 那他灌了票之后 他马上又来到了民主党职员 或者是党部的办公室 那原因是什么 就是又另外拿另一批选票 这就可以真的是直接证实了 他们民主党和灌票的之间的关联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转折点的这个founder 查理科克也是著名的年轻的保守派的 一个主持人 他就在他的节目中说 他说我跟这个制片人谈过 我看过他所有的资料 他说其实当初我对于指控说 他们有人在乔治亚州灌票 一个人灌好多票 他说我还是比较有质疑的 他因为普通美国人 其实是很难想象 就是你可以有这么大规模 有组织的一个灌票 所以他说我当初是很质疑的 虽然我是个保守派 但是我看到这些证据 看到这些这个手机数据之后 他说我简直是目瞪口哉 我不得不相信这样的一个事实 因为在乔治亚州的话 你一个人只能投一张票 你不可以投别人的票的 你现在明显的购买的手机数据 显示一个人一天可以往返 很多趟从民政党的总部到选票箱 那到底是干了什么样的勾当 所以他觉得非常的吃惊 也非常的愤怒 他说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一个犯罪行为 他说这么有组织的 大规模的这个倒票 真的让他非常的吃惊 也去除了他的这个疑心 就是很多美国人 其实他当初他不是特别的认同 说大选被倒选 他们很可能只是觉得说 这个坐票或者什么 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就是小规模的 或者是有偷偷摸摸的 这种小的作弊行为 在选举里总是有的 但是这么有组织 有资金投入 也大规模的这个坐票 这个倒选确实是对美国人来说 他们是第一次很震惊的看到 所以即使是保守派的这个年轻领袖 他也觉得很目瞪口袋 同时他也说他很被调查方所折服 就是他们用了一个非常成熟的手段 我之前说过 就FBI也是用这个手段 就是FBI他不能强力你AT&T 或者是苹果拿出你的数据 他有各种各样的法律保护 所以像FBI还有很多调查机构 就直接也是买的数据公司的 这个商务数据去分析 然后得出结论 犯罪嫌疑人他到过哪里或者怎么样 所以他说那我为他们这么成熟的手段而折服 因为原因很简单 那移动公司的话 他每隔三到五秒 他就有一个PIN 就是有一个定位 他就直接定位你到过哪里 所以你到过哪里 你只要戴着手机 你是没有办法去掩盖的 这些作案嫌疑人还戴着这个橡胶手套 去投的票 那么投了票之后呢 他们就塞下手套 然后去照相 每一个选票他都照了相 可能作为领工资的证据 戴着手套他就是不希望这个信封上有指纹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非常专业的一个作案手法 就是他是有防备的 那普通人投票不会这么投吗 谁会戴上手套去投票 而且去给自己投的票还照个照片 对不对 这个手机数据这么的重要 就是他直接的显示了 民主党人和倒票之间的这个关联度 所以这是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可能是致命的一击 就是彻底的证明他们的这个犯罪行为 这就意味着民主党的倒票的一个大崩盘的一个开始 我认为之前你说有多出来的票灌票什么 你始终不能证明这个灌票跟民主党的关联度 即使是川普总统说的 那有的投票中90%多的票 最后收到的原济选票是投给拜登的 只有百分之几是投给川普总统自己的 但这也不能真的证明 你只能在理论上证明这个票是倒给了拜登 但是现在你有实锤了就是这些人他确实是到了投票箱之后 他又跑到民主党总部办公室去 这些罗子来回的在选票箱和民主党的办公室之间移动 你就知道他们的这个关联度了 我觉得这就是民主党倒选的多米洛牌坍塌的重要的一块 OK 这是今天的播报 我希望您喜欢 如果您喜欢的话请赞助点赞留言转发 感谢您的收看 加油